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称日本为自己亲爱大哥哥的民进党 面对日本的如此行为却专容作哑 反而把自己的反核神主牌丢得远远的 本期话题我们来聊一聊 日本核废水处理风波 申拜一下美国和民进党内心的小九九 在申拜美国与民进党之前 我们先来聊一聊日本核废水排入大海科学吗 答案是不科学且反人类 首先日本政府声称净化过的核废水 依然含有大量的泛射性物质残留 比如川、碳石室、古六石 绿色和平组织核专家曾指出 日本核废水所含的碳石室 在数千年内都存在危险 并可能造成基因的损害 若日本将这些核废水排入大海 那它们将被浮岛沿岸的超强洋流 扩散至整个太平洋 根据德国海洋科学研究院机构制作的核废水排放模型动图显示 从排放至日57天内 泛射性核物质将扩散至整个太平洋大半区域 三年内扩散到美国 十年内将蔓延全球海域 而且全世界从来没有把核废水排入海洋处理的心理 日本政府这样的做法 严重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及相关国际规定 该公约的成员国都有义务 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 阻止日本对于海洋的污染 可美国政府竟然冒天下之大不为 公开支持日本的决定 还发表声明称 日本的做法符合全球公认的核安全标准 我想问一问美国政府 所谓的安全标准是哪里来的 是不是你美国人自己写的 全球很多国家 甚至连一些美国的盟友都反对这样的做法 所以你所说的全球公认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美国之所以力挺日本 说白了不过是想借使拉拢日本这位盟友 他们对于日本的纵容 暴露其对外政策中 无视国际公共安全利益的自大与蛮横 这种自私的政治操作 毫无大国担当 而且美国在核安全问题上 根本没有发言权 可以说美国是第一个 把核污染带给太平洋的国家 从1946年到1958年12年内 美国在太平洋的马绍尔群岛上 引爆了67枚核武器做实验 特别是其中的比基尼环礁 美国在此引爆了 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氢弹 Castle Bravo 科学家称 其破坏力是当年 美国在广岛头下的原子弹的1000倍 而这枚氢弹爆炸产生的放射性尘埃 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核污染 这些尘埃掉到居民生活的岛上 掉入太平洋 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 这样的美国 有什么资格谈论核安全 同时美国和日本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了解核危害的国家 美国使用过核武器 日本被美国的核武器轰炸过 他们对于核废水 排入太平洋的危害相当了解 如果你真的认为 这些废水是无害的 那我建议直接把他们排入日本地下 解决日本水资源溃乏的问题 或者直接将核废水 运到美国去储存和处理 一举两得 何乐而不为呢 有一个问题想考考大家 假设日本真的把核汇水排入太平洋 那到时候中国哪个省会会最先遭殃呢 3 2 1 想到了没有 根据之前提到的科学模型可见 台湾省极有可能首当其冲 可这次蔡英文面对日本的决定 却三肩其口 而台湾市部门对于此事连抗议都不敢 毕竟逢日必远是蔡英文和民进党的传统艺人 相对于惹亲爱的日本大哥哥不开心 台湾受到点核辐射洋流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就算核废水不来台湾 民进党高官们早就对开放日本辅导五线的核石入台 蠢蠢欲动了 台湾所谓的驻日代表谢长廷 就曾多次回台湾试图为日本核石解套 还称称进口核石有利于台湾加入CPTPP 以这种换堂的理由哄骗台湾民众牺牲健康 同时谢长廷还颁出所谓的科学依据 证明核石没有问题 没有辐射的不是核石应该开放 那么有没有应该用科学的方法 谢长廷这招你是跟美国人学的吗 和你们之前民进党伪科学合理化美国莱猪如出一辙 我就问你这些依据是从哪里来的 是美国还是日本 还是你们开会自己决定的 民进党对于日本的态度充分说明了 他们一直以来的废核主张是多么虚伪和荒谬 蔡英文所谓的2025废核家园 只是一场华而不实的骗局 他们在日本问题上削足势体的做法 并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回顾福岛核电站意外发生之时 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和东京电力公司的蛮报省钱 硬生生把事故等级拖到了最为严重的第七级 和切尔诺贝利事件同级 如今日本政府在为穷尽安全处置手段的情况下 放弃继续批地建造除水罐 或者采用更加安全的核废水气化等技术 一心只想节约成本破罐子破摔 完全不顾国内外的质疑和反对 在未经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充分协商时 当方面决定以排碍的方式 处置辅导核电站事故和废水 这种以零为贺的做法 将严重损害周边国家人民的 切身利益和国际公共健康安全 而美国与日本同流合污 公开列挺这种反人类的操作 逐渐其自私与短视 在这种关乎全人类的生存环境问题上 只有理性客观科学的处理 才是最重要的原则 边界与无知离真相只会更远 海洋是人类的共同财产 太平洋不是每日两国之间的内海 不是你们同意了 就可以康别人之恺 把全世界给霍霍了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边 让我来看看还有多少人坚持看到这边 如果你坚持看到这边 并喜欢今天的话题 请帮我们转发出去 让更多人看到 如果你对于这个话题有什么想聊的部分 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讨论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